大家好,我是Amy 農曆新年就到了 一連兩集會為大家做兩個新年菜式 今集會為大家做這個紅燒獅子頭 它的名字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做下去也不是很難 我們只需要把肉丸炸到金黃色之後 放下去跟菜一起煮滾就行了 新年做好之後就可以一大煲熱烈烈的上菜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件要做的事 我們可以先浸乾冬菇 浸2-3小時等它軟身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步驟大家可以前一晚做定 把冬菇放在冰箱裡浸軟身 第二天做起來就會順手很多 下一步就可以準備這個肉丸 我們就可以把免治豬肉放進碗裡 再把豆腐都放進去 還有一隻蛋 少許蒜肉 蠔油 鹽 白胡椒粉 和生粉都加進去 下一步就可以硬爛這個豆腐 然後拌勻它 攪拌到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順著同一個方向 不斷攪拌豬肉 攪拌到它有少少黏性 大概攪拌了1-2分鐘 你會看到它會黏著刮刀 又或者黏著筷子 就是這樣的狀態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把豬肉放在冰箱裡 冰大約半小時備用 冰完之後的豬肉 黏性會更加強 做起來就會更加方便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準備其他配菜 就可以把剛剛浸好的乾冬菇拿乾水 然後去定 再切片 下一步就可以把娃娃菜 對半切開 讓它細快一點吃起來 就會容易一點 切好之後就可以洗乾淨備用 還有一個甘筍 去皮之後切片 大家就可以切回想要的形狀 又或者用一些很可愛的模具 吸一些公仔出來 我就用了這個 心形 菱形 還有這個貓貓的形狀 對啦就是這樣 吃起來好像會開心一點 好 30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豬肉拿出來 然後我們就在另一隻碟 灑一點點麵粉上去 下一步就可以用湯匙 筆一球肉丸出來 在筆這個肉丸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另一隻湯匙 或者是刮刀 把肉丸壓緊一點 然後再放上碟上面 如此類推 放好肉丸 我們就可以薄薄地 再灑一層麵粉上去 就是這樣 讓每一粒肉丸 表面都有一層薄薄的麵粉 炸完出來就會香脆很多 弄好肉丸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炸了 在鍋裡加這個 都蜜金莊健康花生油 油要多倒一點 大概到半滿 可以浸過肉丸的一半厚度 冬屋的油瓶 樽口是經過特別的設計 只要扭一扭這個金色外環 就可以輕鬆調節樽口的大小 這次我們就可以把樽口扭大一點 就可以容易一點倒油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中火加熱油 讓油大約到190度左右 大家就可以試試把竹筷子 或者木筷子放進油裡 如果你看到氣泡是慢慢跑出來 就適合炸肉丸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肉丸慢慢放進去炸 我們就可以用中小火 每面炸4-5分鐘 直到獅子頭兩面都是金黃色 就可以撈起它 順帶一提 這次用到的 都蜜金莊健康花生油 是用了優質的花生油和解花籽油精配而成 所以它的香味是很獨特的 而且這個油的煙點高油煙少 所以用來煎炸煮炸都沒問題 5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反轉炸另一面 直到兩面都是金黃色 炸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油面有少少泡 又或者有些碎的 就可以撈走它 炸出來的肉丸就會金黃色一點 沒那麼容易變黑了 就是這樣 等獅子頭兩面都炸到金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夾起它備用了 這個獅子頭 立刻炸起立刻吃 都很好吃 因為它外面已經炸得很脆 大家就可以一次過炸多一點 然後就可以攤冷 用密實袋裝著 放在冰格就可以保存兩個星期 隨時可以拿出來用 你可以焗熱來吃 又或者好像一陣子 變成一個小鍋菜也可以 對 下一步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個小鍋 在鍋裡 加少許油 然後就把冬菇放下去 爆香 等你聞到冬菇的香味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甘筍放下去 爆多一至兩分鐘 之後就可以拿起它 然後就可以把瓦瓦菜放進鍋裡 鋪平一點 鋪好之後 就可以把剛才炸好的獅子頭 也放進去 還有剛剛炒香的冬菇和甘筍 放好之後 就可以把高湯也倒進去 高湯方面 大家可以用平時自己喜歡的湯 例如雞湯 蔬菜湯 又或者日式的昆布木魚湯 都可以 完成了 就可以蓋蓋 用中小火煮大約15分鐘 讓它滾起了 和蔬菜已經變得軟 就可以了 煮滾了之後 大家就可以因應個人喜好 看看要不需要加少許鹽去調味 如果高湯已經夠味 那就不需要再加鹽了 就是這樣 你見它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蔥花都加進去 對 很快 這個紅燒獅子頭就完成了 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第一時間當然先試獅子頭 煮完獅子頭 它會吸收湯汁 所以咬下去會軟身很多 還有肉丸裡面也很濕潤 最好吃的是底部的娃娃菜 它吸收湯汁和肉丸的香味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喜歡的話 記得給影片一個Like 還有按訂閱按鈕 還有按旁邊的鈴 你才會收到出片的通知 多麼的食油 大家可以在各大超市買到 詳情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按下去看 歡迎大家如果你都成功挑戰了這個紅燒獅子頭的話 可以送相片給我 或者tap我 大家可以看到你的完成分圖 有什麼影片想要拍的話 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在這裡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